有一条船,西奔科一笃定就是他干的,又切人家的海底电缆,按两条海底电缆都给切了,因为现在有卫星图片,当时呢,这个电缆中断的时候,就这一条船在附近还不是你吗? 结果在附近呢,丹麦的,应该说海军出了三艘舰艇,就去跟踪,去追这条船,最后把它给拦下来了。 我目前看到的应该说算是一个独家的报道,丹麦的军人已经登船,现在正在压着这条船往丹麦走。 应该说呢,回到丹麦,要接受司法调查,上次的那个,当时是芬兰和德国之间的,也是光缆,天然气管道,把那个大毛在底下拖,最后全给弄断了。 当时没反过来,他跑了,这一次呢,人家给他抓了一个现象,一会儿呢,把这个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。